最近集中火力攻打乌东地区 但时隔一个多月 乌克兰首都基辅再度遭到了轰炸 俄军声称炸毁了当地窝藏西方战车的维修厂 但乌方强调那只是一般的民用设施 而就在俄军空袭基辅时 有一枚巡异飞弹以极低空的方式 飞越乌国南部的一处核电厂 遭披示无视核灾风险 像是恐怖主义的行为 炮声震撼后座里惊人 俄军五号出动自走炮轰炸乌克兰首都基辅 并利用巡异飞弹空袭基辅进交一处维修厂 声称里面藏有东欧提供的战车 无国官员事后率领记者团进到现场 试图证明这只是生产铁路货车的民用设施 基辅遭炮轰多栋建筑冒烟 这是4月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到访后 一个多月以来 基辅首次再遭俄军锁定攻击 俄军当天朝基辅开火时 巡异飞弹以极低空方式飞越乌克兰南部 全国第二大的核电厂 乌克兰国营核电公司痛批 俄军不顾核灾风险 犹如恐怖主义行为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将提供可发射中程火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给乌克兰 但这类系统也能发射长城飞弹 普廷警告西方一旦提供乌军长城火箭或飞弹 俄军将对新的目标展开毁灭式攻击 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再度挺进前线 5号到扎波罗热慰问官兵 并探视无假可归的民众提振前线事迹 6日好逼